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气周五反驳了特朗普有关99%的新冠病毒病例无碍的说法 福气表示他正试图弄清楚总统从哪儿得到这个数字 可能是有人告诉他总体死亡率约为1% 因此特朗普的解释是99%的人无碍 而事实上显然不是这样 据称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99%的新冠病毒确诊患者完全无碍 这一说法没有证据支持 专家此前估计约80%的患者无需住院治疗 剩下20%需要住院治疗 但仍不确定有多少个病例尚未被发现 目前特朗普和福气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特朗普一直在试图淡化这种病毒 而福气和其他许多专家都警告称 随着全美各地疫情恶化 住院人数也会激增 可能会导致医院系统瘫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